这里是行者掌柜 带你少读万卷书 多行万里路 离开了军事博物馆 咱们沿着长安街向东走 就是首都博物馆 简称叫首博 这个地方的地名叫木溪地 木头的木 然后是木字边 加上一个犀牛的溪 这个溪木溪地 但是有时候你会听北京人读这个地名 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人 你比如说我 我们是把这个地名叫木须地的 北京有两个地方特别容易混 一个是木溪地 一个是木须园 这是两个地方 但是在北京人的嘴里都是读作木须 木须地 木须园 你可以看战牌子 如果战牌子上写的字是木溪 木须地 木须园 从木须到木须 名字的变迁 这里边 也是有一个故事的 木须是一种草 曾经在北京的周边 大面积种植 这是战马的司令 大家呀 其实我跟你说 未必了解北京的历史 北京作为咱们国家的首都 现在应该算是汉文明的核心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从汉朝以后 北京一直都是在北方民族的势力范围内的 甚至于不能说是被北方民族占据 因为这就是人家的地方 一千多年都是 三国 大家都知道 是吧 曹操在击败袁绍以后 远征乌环 这个乌环 就是北京 从这儿 魏晋以后 南北朝 这里是北方民族的后方 唐朝 这里做主的仍然是北方民族 安禄山 和杨贵妃眉来眼去的那个矮胖的胡人 后来造反的那个 安禄山造反 就在渝阳 渝阳就是现在的北京平谷 安禄山史思明 这都曾经是老北京人 他们的后来的首都在泛阳 造反以后 安禄山史思明 他们的首都在泛阳 大概这泛阳就是现在北京的房山 唐朝的北京是在胡人的天下 五代你就更甭说了 那都是那都是北方民族为主的朝代了 宋朝 这事你就应该懂了 宋朝的时候 北京先是辽国的首都 而后是金国的中都 跟着就是 就是元朝的首都 我有时候搞不明白 北京人为什么要读岳飞传 这一直是北方民族反对南方汉人的忠书 一直到明朝建立 朱棣 是吧 朱元璋的儿子来到北京 北京才作为汉人政治力量的一个分支 后来说 说朱棣当了皇帝 这才把汉人的首都签到北京 但是最终 北京还是回到了北方民族的首领 谁呀 大清朝来了 这是大清朝的首都啊 北京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志 它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汉民族 我们是汉人和匈奴人结合的产物 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汉文明和匈奴文明的基础上的 北京曾经是北方民族的中心 现在是我们这个包容世界的首都 汉民族是包容的 北京就是一个立场 你怎么证明呢 这里 这里曾经是草原的尽头 很难想象吧 说到墓须地这儿 这里以前是一眼看不到边的墓须 这个地方和墓须地和墓须园一起 曾经在明朝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军马场 驻访北京的三大营 他们的军马就在这儿饲养 墓须墓西和墓须肉那个墓须 墓须是吧 这是三种植物 墓须是一种草 是一种 怎么说 优质的饲料 马特别爱吃 这墓须呢 墓须啊 是 是桂花的别名 那墓须肉的那个墓须和这俩都不一样 那个是墓头的墓 然后是胡须的须 那墓须是 是黄花菜 这三个不一样 是从民国开始 北京的这个墓须地 才被叫成墓须地的 想着当年的想法是说 赶走了鸭子 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战马呢 就不需要了 但桂花还是还是可以做桂花糕的 哎 所以墓须就变成了墓溪 但是树欲净啊 风不止 墓须地这个地方以前有三个地名 三个大地名 现在呢 这个汽车站的这一站叫首博 就以前的名字就都看不到了 最早这叫汽车局 也叫也叫过工会大楼 还叫过燕京饭店 如今这些称呼 哎呀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 要是有记得这些名字的人 朋友请千万给我留言 让我看到这里还有人在怀念 真的曾经 曾经汽车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 新中国的骄傲 就是现在的首博这个地方 以前这叫汽车局大院 五零年那会儿 就是就是这儿 领导着中国靠自己的力量 我们建立起了中国的汽车工业 我们民族曾经的交往 汽车局 就是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核心 这汽车局曾经是一个工薰单位 它代表了当年新中国的勃勃生计 我的好几个同学都都是这个大院的子弟 他们的父辈好像都是转业军人 汽车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但是汽车局大院已经几乎就没了 工会大楼呢 就在就在首博的东面 曾经比如说当工人在那个时代 最吃香 时代变革了 现在是商人的时代了 自然这一战也就不能再叫工会 大楼了是吧 这里也不再叫燕京饭店了 那个我们小时候啊 北京这个燕京饭店是北京最高档的饭店之一 涉外饭店 这里住的全是外国人 现在北京的外国人不稀罕了 什么肤色的都有 真的我们小时候就那么讨厌 我们特别愿意站在这个路口 有两类人会引起我们的兴奋 一类是住在燕京饭店里的外国人 另一类呢 就是就是住在这条街南边的道士 北京有好几个地方 其实宗教一直是存在的 文革期间都没有断绝 反正我小时候 这个白云冠 这里是是有真道士的 最早就是看他们就是发型跟咱们不一样 后来呢 他们逐渐就敢就敢说穿着道服在街上走了 以前看到的都是很老很老的道士 是从八几年九零年以后 年轻的道士才才逐渐多了起来 游览这个首博以前 其实大家很有必要去看看这个白云冠的 我小时候大约就是上初中那会儿 特别爱去白云冠 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而且几乎是以一种做贼的方式在白云冠中搜索 搜索什么 搜索古迹吗 不是 搜索武功秘籍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就是那个时候风靡的 这个白云冠就是全真教的一个根 当年我跟你说 元朝的时候 邱处基和成吉思汗走得很近 是吧 成吉思汗就命令邱处基管理天下的道士 从那个时候开始 白云冠在天下道观中的地位就不一般 他是政府的一级衙门和咱们讲过的那个广祭寺一样 他们都是历代政府宗教政策的执行机关 射雕英雄传里的全真妻子 这里都有塑像 我小时候就在这找九阳真经来着 其实找到九阴真经 当时觉得也成 我记得这里有好多石碑上刻着奇怪的文字 我当年就认为啊 这这其实是是贱谱 我我是炼价的 我以为自己曾经算是全真派的外传弟子 就是就是白云冠自学武功那一派的 和我一起的好多小孩呢 当年差点我给他走火入魔 耽误了高中 射雕 这是不是这个剧有点老了 真的 这部书啊 北京孩子和外地小孩啊 是没办法沟通 北京孩子看的全是书 外地孩子看的都是电视剧 我其实就一遍都没有看过电视剧版的 什么什么黄日华版的 还有谁的 李亚鹏版的是吧 我跟你说我当时啊 李亚鹏版的版的我看过几集 我当时是没有开始讲这故事 我当时要是就开讲了 我能满怀热情的往死了骂他 不像 外地小孩其实看电视剧远比看书的多 对吧 就就射雕英雄传 北京小孩所以看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北京我跟你说 就没有播出过这部电视剧 我们其实看过的电视节目 北京小孩看过的电视节目 比外地小孩少的太多了 要是看过电视剧 我估计我也不会到白云馆去做贼啊 反正后来后来气功是没练成 上了高中反而把几乎练成的轻功都给废了 有一次带我老婆去逛白云馆 我媳妇都说你怎么总盯着人家墙头啊 她哪知道 我那是在怀念 怀念武功尽费前的美好时光啊 不知道白云馆的老道长们 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侠客 还有我那几个兄弟 你们现在都还好吗 要是有人听到我的广播 千万跟我说一下 我敢说没有我在啊 你们当年的七星阵肯定没练成 我一直就说得从气功练起 而且就你们就咱们这几个人 没一个人有宝剑的 这按现代话说这太low了 说点干货啊 是吧 这个这个道观的 白云馆据说是唐朝建的 但是真正的作为中国道教的主流道观 是从元朝开始 就从邱处基开始 后来呢 据说有一次扩建 就把规模搞得非常非常大 这是邱处基的弟子尹志平扩建的 就是就是就是祸害小龙女的那个尹志平 黄小明的那个情敌 应该来这里看看 是吧 现在看看 觉得墙很矮 当年觉得这墙真的好高 但那会从来没有担心说摔断腿 我跟你说 我那会我是有武功的 你知道吗 好了 这一集我们就先讲到这 下一集我告诉大家 怎么游览首播 哎 你要是不内行一点啊 真的会入宝山而空手回 这里是行者掌柜 带你听北京 你怎么能不能再讨论 你怎么能再讨论 我这是人的 怎么能再讨论 你怎么能再讨论 这个人 也想到你 怎么能再讨论 什么 没这个人 你怎么能再讨论 那对这个人 感谢观看